在当年的抗日战争中,最过惨烈的一个时间,莫过于南京大屠杀了,不过还好历史为中国也留下了为数不过的活证人,就是有了这些证人的存在,才让中国有了对抗日本人撒谎的底气。 当年的南京大屠杀是日本有预谋的大屠杀,他们经过了严密的作战,让没有防备的南京人,经过一夜的时间就沦亡了,他们的天空都被鲜血染红了,虽然这场大屠杀只有六周,但是被残杀的人们却有三十万人,甚至是超过了这个可怕的数字。 而李秀英就是大屠杀中幸存的人之一,他至今仍然记得当时南京的惨象,而他活下来也是一个奇迹,日本人突然进军南京之后,他和他的父亲一起逃向了一个学校,本来以为学校的地下室是安全的,但是那里的人们还是被发现了,日本人就在地下室里,开始对他们进行了残忍的清洗。 没有一个人是例外,就算是活下来的李秀英,当时也遭受了残忍的对待,而日后的他也是为中国指正日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,毕竟他身上的伤疤是不可磨灭的,看到他们我们就无法望当时的那场屠杀,就望不了只有强大才能不被人欺负。